大家好,欢迎收看港理台陆水清山,我是主持人B君林敬方 今集跟大家谈谈亚美利亚大战阿塞拜疆 如果最近大家看到国际新闻的时候就知道这两个国家刚刚爆发了战争 这两个国家对于很多乡島人来说都比较陌生 这两个国家其实就是前苏联的共和国在苏联崩溃之后相计独立的 他们在独立之后就为了南部的一个叫做纳卡地区的地方就带上来 这个纳卡地区在领土上属于阿塞拜疆 但是里面住的人都是亚美利亚的人居多 于是乎亚美利亚就想拿到这个纳卡地区 而阿塞拜疆当然不想 结果就是爆发了这个战争 在1988年到1994年两国打了起来 一打就打了六年 这个地方打起来的时候主要都是亚美利亚 对阿塞拜疆的人民一起去打 但是打的仗要用武器 两国的武器来源其实都是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就在中间两国打仗的时候 他们的军火箱就赚到盘满撥满 但是俄罗斯卖武器的时候就偏帮了亚美利亚 他们卖给亚美利亚的武器价钱是比较便宜些 而卖给亚赛拜疆的价钱就比较高些 在这个战争来说 亚赛拜疆一直处于劣势 就是因为这个战争打得不太好 于是亚赛拜疆就换了个总统 新总统上台之后 就找了土耳其和欧盟去支持亚赛拜疆 欧盟之所以会帮亚赛拜疆 其实都是为了亚赛拜疆的丰富天然气 亚赛拜疆的天然气非丰富到什么情况呢 就是在土地上无端白事都会突然着火 我们所认识的拜火教 其实都是来自亚赛拜疆的 在欧盟和土耳其的滑船下 亚赛拜疆就和亚美尼亚 就在1994年的时候 签了这个停火协议 这个协议里面 纳卡地区里面的亚美尼亚人实施自治 但是国际社会就承认 纳卡地区是属于亚赛拜疆的领土 打完这场战争之后 亚赛拜疆就发展经济了 这个天然气油管去欧盟 这个路线就是由亚赛拜疆的旅海 经俄罗斯或者格鲁吉亚 去到黑海和土耳其再进欧盟地区 同一时间亚赛拜疆就因为这个油管的关系 我们时不时就会面对恐怖活动的影响 于是在2002年的时候 亚赛拜疆就加入了 由中国和俄罗斯发起的 上海合作组织 共同去对付地区的恐怖分子 土耳其在这个时候 其实都是支持亚赛拜疆的 原本土耳其是和欧洲有合作关系的 但是2016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失败了之后 土耳其的阿尔多安政府就和欧盟交恶 转移去和俄罗斯合作 于是乎亚赛拜疆在土耳其的影响之下 都一直在黏着俄罗斯的 这是一个阿塞拜疆的油管地图 你会见到由阿塞拜疆去经过俄罗斯的西亚地区 车臣地区 又或者是会经过格鲁吉亚入去土耳其再去欧盟 特意是绕过了阿美尼亚的 而阿美尼亚在1994年打完仗之后 就发展的时候就经过不少的阻碍 最主要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原本阿美尼亚的政府是亲俄罗斯的 但是他们这个国家就行真普选制度 2003年选总统执政党赢了选举 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爆发颜色革命失败 2008年又是总统选举 又反对派又输了 又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 又搞颜色革命又失败 2013年又搞颜色革命又失败 都顶你不顶了 2018年的时候 阿美尼亚政府改了一个选举制度 你们整天输 好了,我改了选举制度就你了 改了什么制度呢? 就是由真普选 改了去国会制的二权分立 就是你只要赢到国会大多数议席 你就可以当选做总理了 选举结果就是 执政党赢到国会大多数议席 反对派又输 他们又搞颜色革命 又搞事 搞到执政党都顶你们不信 喂,你们每次搞选举 每次来来都输 改了制度就你了 你都照输 输了之后又不承认选举结果 又搞凡色革命 哎,顶你们不信 于是执政党就推举了反对派的领袖 去做总理 这个是比较神奇的地方 因为一般在国会制里面 通常国会里面的最大党 是会找回自己党内的大佬去做总理 但是反对派搞这么多次颜色革命 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奪权 执政党都顶你不信 好了,让你做总理 我们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平发展 哎,牺牲一下 好,这个执政党统治 这个反对派上台之后 他们就以为自己有欧盟和美国 就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就爆发了这一次的纳卡战争 再来一次 你见到纳卡战争里面 他今次2020年的外交形势下 亚美尼亚是得到了欧盟和美国支持 而这个阿塞巴僵是有俄罗斯 和土耳其支持 大家的外交背景是吊转了 那其实搞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欧美要在亚美尼亚 搞颜色革命呢 其实如果你看回再长见些些 由1994年到2020年 西亚地区都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的 你会见到在1994年到1999年的时候 俄罗斯在西亚地区的车臣地区 又搞了好多次独立战争 最后当然是失败了 2003年 格鲁吉亚爆发了颜色革命 推翻了当时亲俄的政府 2008年的时候 如果大家记得北京奥运会期间 欧美支持的格鲁吉亚突然向俄罗斯发起战争 这场战争的结果 当然是格鲁吉亚打输了 打输了不但俄罗斯还要拿着格鲁吉亚北部地区的 南奥塞梯 把南奥塞梯 纳入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格鲁吉亚真是负负 百喜战争还要输了 输了 但是不要紧 亚美尼亚2018年 就再次发起了颜色革命 成功变成了欧美的势力范围之一 你搞这么多事情 其实后面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油管的问题 大家看到 无论是车臣地区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其实都是阿塞拜疆的油管的经过地方 你看到阿塞拜疆向北面就是经过车臣进去俄罗斯 向西面就是经过格鲁吉亚经土耳其去欧洲 你会看到所谓的混乱地区 其实都是和油管有关系的 在1994年到2010年代的时候 其实欧盟和美国是想控制油管地区的安全 油管地区如果成为了欧美的统治地方 欧盟的天然气当然会有安全的作用 也都不用令到俄罗斯可以赚钱 最重要就是这件事 但是2018年那个亚美尼亚 现在又搞这个 又搞起立卡战争 为了什么事呢 现在国际形势不同了 以前欧盟要靠俄罗斯和中东 还有西亚地区来受天然气 美国在2010年之后 有这个叶岩气发展革命之后 就由这个天然气能源的输入国 变成能源输出国 最好当然是搞到欧盟不要再靠西亚 不要再靠中东石油能源 最好当然是靠美国的能源供应 于是你搞坏了这个 西亚的天然气供应的时候 欧盟就可能可以去 和美国买天然气 所以其实搞这么多颜色革命 搞这么多的战争 你猜真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吗 浪费啦 都是为钱的 好了 今集是说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觉得这段影片说得很好 请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多谢各位 拜拜